他能渐渐接近事情的真相 他也越来越感觉到 天都市来自不同方面的无形压力 但是这反而激起了他坚持探究下去的勇气 在刘震汉蒙冤入狱的第三个星期 汪公来到了天都市公安局刑警队 群情激愤的刑警队员们的陈述 是汪公证实了这件事 不是政法委调查的结果那么简单 他明白要搞清楚整件事的真相 还有相当艰难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他有信心 因为汪公已经隐隐意识到 天都市的正义力量早已蓄势待罢 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公正的机会 与此同时 唐天悦秘密来到了北京 将聂明宇集团一案的材料和刘震汉审理张峰的卷宗 交到了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天都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钱荣宽的手里 至此刘震汉一案有了转机 我会反应的 你立刻赶回去 咱们的同志不能再受到损失了 是 刘震汉一定要保护起来 不能让他们的黑手 再生下刘震汉 什么 庞天悦上北京了 今天中午 前书记给我来电话 让我尽量回避刘震汉的案子 你们看 显然是庞天悦带着黑材料去的北京 他还在北京吗 不 他今天早晨已经赶到省厅了 我的一位老战友打电话告诉我说 省厅对庞天悦的汇报很重视 准备连夜召开党委会 崔厅长要组织一个调查组过的 这件事 这两天就定了 念师长 我觉得 咱们是不是把刘震汉放了 他有没有冤屈再说 这事儿 应该是弄大的 大家都不好收场了 在这个时候 你说这种话 这不是害自己吗 这件事 就是错 也只能错到底 现在的问题 是抓紧时间 解决刘震汉的问题 不能再拖了 只要起诉判决 别说审公安厅 就是公安部 也无可奈何 念师长 检察院已经起诉了两次 都被法院退了卷 法院认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咱们 能不能在意 还议什么 我已经找了实院长 他答应我 立刻开庭 早点休息吧 明天开庭 您可以保持包装的精力 和轻轻的通道 诶 庞剧场那儿有消息吗 不知道 但是我想 如果他知道明天开庭的话 他一定会到场的 但愿吧 好 不打扰你了 你卸着我 不打扰你了